火工头驼是新游先生小说《一天屠龙记》中提到的一个人物 并未正式出场 小说中也未提到过他的名字 只知道他原来是少林寺相机处烧火的火夫 是个戴发头驼 因此被称为火工头驼 关于火工头驼 很多朋友是从一部电影中了解的 其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拍摄的电影《一天屠龙记之 魔教教主》 这部电影中 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峰提到过一件事情 少林寺曾经有一位火工头驼 无意间学会了九阳真金 打伤了少林寺很多高手 跑到武当山去挑战他 结果输给了他的百年童子宫 最后跳崖了 后来张无忌掉下悬崖 那火工头驼还强行教了他九阳真金 助他解了身上的寒毒 其实在小说中 火工头驼的故事与电影中差别很大 首先 火工头驼是首届《华生乱剑》之前的人物 当时他就已经中年了 而张三峰还有六七十年后才出生 他们并不是同时期的人物 更不可能交手 其次 火工头驼并没有练过九阳真金 他只是偷学了少林派武功 最后跑到了西域 开创了一个叫金刚门的门派 很多朋友好奇 火工头驼的武功如何 算是什么水平 本文咱们便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电影中 火工头驼非常厉害 大家都知道 能跟张三峰打架非同寻常 但在原著小说中 他的武功远没有那么厉害 跟张三峰相比 差距极大 火工头驼出身向林寺 因在寺中备受欺辱 不堪忍辱 决心偷袭武功报复 他虽然身份低 但天赋不凡 加之苦心孤意 二十年后 竟然念救了一身 极上城的武功 因为受尽了欺辱 他竟然成魔 病得因狠毒辣 是要给少林寺 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偷学武功期间 他不露声色 还和往常一样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直到自信武功有成 可横扫少林派时 他才准备爆发 在某年的少林派 一年一度的达摩唐大笑中 火工头驼带着埋在心底 数十年的仇恨 越重而出 口出狂言 要挑战达摩唐重增 刚开始 谁也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认为他是疯了 结果他一出手 就打残了九位达摩唐弟子 惊掉了一群人的下巴 这下四中重增才意识到 正是有备而来 起初少林寺众增以为他是别派派来的卧底 一番询问之下 才得知他是偷鞋武功 而见他出手 也看出了他所用的武功 都是少林正宗武功 达摩唐首作苦智禅师 亲自出手要拿下火工头驼 但最后时刻因为稀才留守 结果火工头驼误解其印 全力一招 双拳击中了他 当场重伤 苦智禅师倒地 少林寺内大乱 众增多敢来看他伤势 而火工头驼则称乱逃走了 当晚苦智禅师 重伤不致缘济 少林寺众僧悲痛之际 火工头驼去而复返 偷偷潜入寺中 出手打伤了曾经欺负他的几个和尚 飘然离去 少林派号称天下第一大派 虽然不可能善罢甘休 于是派出数十位高手 寻找火工头驼的下落 要将他抓到正法 结果跑遍了大江南北 连个影子都没见到 原来火工头驼逃出少林寺后 直接去了西域 并且在那里开上了一个门派 名叫金刚门 沉下了几门少林派外门神功 蒙古人占领西域后 金刚门投靠了他们 在朝廷如牙王府中 并有不少这个门派的高手 比如赵敏手下的梁大家龙 以及投席张三丰的刚相 火工头头的天赋非常高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的武功只能算是一流水平 还达不到决定水平 因为他的武功都是偷学的 没有师父教导 这就导致他学起来比别人艰难 最重要的是 他只能偷学外功 内功是无法偷学的 在以苦智禅师交手时 火工头头的表现有很多不足之处 因为是偷学的武功 他对少林派的武功了解有限 甚至有很多武功他都分辨不出 以致将苦智禅师合起的招式 互认为是沙章 而按照小说中的描述 偷学武功只能偷学外功 内功是没法偷学的 看别人打坐就算看一百年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因此金刚门的外功很强 不输少林正松 但内功却远远不如 所以火功头头的内力并不深厚 纯粹就是由外而内 休息而来 这种休息方法 除非天赋一柄 老天赏饭 不然休息速度极慢 金刚门后世弟子阿尔 就是因为天赋一柄 内功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火功头头 而阿尔的外功也不差 学的都是火功头头传下的少林正松 外门神功 由此可见阿尔的武功 青出玉兰而胜玉兰 已经胜过了当年的祖师火功头头 而阿尔的武功 在一天堵落季中 只能算是一流水平 远不及张三丰张无忌 两大决定高手 虽说火功头头武功算不上决定 但他已经很了不起了 做一派掌门完全足够 他一个毫无根基的人 靠偷袭武功能练出这样的水平实属不易 可见起天赋不凡 而他大闹少林 在西域开创金刚门更是影响深远